欢迎收看新系列世界名人学中文 第一集和大家讲一讲奥运场上讲中文的外国人 东京奥运的赛场上 我们见到国家队羽毛球代表岑龙 和丹麦的名将安塞龙的一场终极对决 最终安塞龙战胜了为免的岑龙 还激动到当场耍累 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岑龙 适英雄还英雄地上前 勉励这位羽毛球名将 安塞龙更主动邀请岑龙教唤球衣 两人互相用普通话沟通 令人眼前一亮 奥运会场上 见到丹麦的金牌选手 就说得一口的流利普通话 还有一个中文名 就好像告诉全世界听 中文已经是世界各地的共同语言 奥运赛场上 来自欧亚两地的精英选手 用技术和拼搏的精神较量 赛后还可以用共同的语言互相交流 完美体现了奥林匹克的精神 东京奥运官方网站 早在2020年 已经为安塞龙 做了个人物专访 访问里面 安塞龙更加提到 自己学习中文最重要的 是可以和中国的羽毛球员交流 了解到中国的情况 这位来自丹麦的奥运金牌选手 为自己改了个中文名 叫做安塞龙 有战胜王者的意思 他自小就是中国羽毛球好手 超级丹丹丹丹做偶像 他教练 也是前中国国家队的主力 安塞龙因为喜欢打羽毛球 经常到高手混习的中国 练习和比赛 从此爱上了中国文化 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更直言中国是第二个家乡 他还帮女儿改了个中文名 安塞龙就像很多奥运场上的 运动员一样 为自己心爱的运动下辅工 无分地域和种族的界限 努力学习中文的同时 更受到中华文化的分图 在他身上见到中华文化的谦信有礼 战胜了宿敌岑龙 还由冲表示尊敬 更认为岑龙是很强大的对手 我非常尊重前龙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而且在场外 他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 他来然后他跟我说恭喜 然后他说他希望我身体健康 然后他说我的状态不错 然后我也恭喜了他 然后我说他是我的偶像 因为他已经拿到了那么多冠军 而且呢还是那么厉害的一个对手 这位奥运冠军赛后 更向其他外国人分享 自己学中文的心得 就是不要怕讲得不好 他认为大部分中国人 都很尊重学习中文的外国人 他很坦白地说 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 但是又认为看字的结构很美 普通话四星很特别 大麦奥运冠军安塞隆 因为中国羽毛球的强大 偶然学到一口的流利中文 当学懂中文之后 更加容易跟中国羽毛球好手交流 其实除了安塞隆 奥运赛场上 还有不少选手都特意学习中文 为了跟中国的选手切磋 从中提升自己的技术 就好像日本女子乒乓球队 石川佳淳 平野美语 德国男子乒乓球选手 奥克洛夫和波尔等等 都经常到中国训练和打联赛 学到流利的普通话不得止 奥克洛夫和石川佳淳 重视国家乒乓球队主将 马龙为偶将 奥克洛夫更私底下 约马龙打球 我真的很感谢中国的球迷 这次没有机会 就是不让进选 就是广州 但是那个在郑州 可以来就是看比赛 希望借我加油 我会继续努力 我会继续努力 你好 你好吗 谢谢 布卡西 我是乌茶 我是乌茶 可能大家都会发现 这些识港中文的外国选手 从启蒙到提升实力 世界国地球手水平 走出去的策略的成功 给到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到 中国发展的真正面貌 我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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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